好的 那么大家好 欢迎来的 欢迎大家来到本次讲座 那么在这次讲座里面呢 我们将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使用MT4 因为之前有很多同学对怎样使用MT4 有很多疑问 我们这里进行一个讲演 那么看过我之前这个因为我还有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使用的是英文版的MT4 但是也是用中文讲解的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英文版的话 你可以去看那个视频 出门左转或者是出门右转 应该就能找到 那么这个视频 本视频里呢 我们将采用这个中文版的MT4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对这个中英文转换 有一些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两套视频 为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好的 在还是老规矩 在进行今天的讲座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声明一下 那么请大家注意 外汇交易和差价合约为杠杆性金融产品 因此不设所有投资者 您必须充分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风险 必要时呢 可向第三方征询意见 投资者在进行衍生品交易前 应该详细了解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服务指南和产品披露条款 还有呢 就是本次讲座所含内容呢 仅为一般性建议和信息 并不涉及金融产品建议 本次讲座没有考虑到您的个人财政目标 财务状况和需求 好的 那我们开始向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使用这个MT4软件 那么相信大家都已经下载了这个MT4软件 在自己的电脑上 那么呢 整体来说呢 这个苹果系统和这个Windows系统的这个MT4的这个界面呢 大体是一致的 那我们这里呢 就用这个Windows系统来进行一个讲解 首先我们先打开 这个第一次使用MT4的时候啊 我们首先先打开这个MT4平台 好的 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下载这个MT4 那第一次打开以后呢 应该是看到这样一个界面啊 这样一个界面 那没有关系 呃 我们呢 这个大赛使用的是GoMarkets Demo啊 Demo Account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Demo作为我们的交易服务器 交易服务器 好 然后点击Next 好 在这里呢 呃 你可以把你现在这个参赛的账户啊 点选使用现有交易账户 然后把你参赛的账号和密码啊 都填写进去 然后点击Finish 那因为我这里是为大家做一个示范 所以我在这里呢同时跟大家演示一下怎样开个新的模拟账户 你们可以自己开个新的模拟账户呢进行一个练习 好 那就点击新的模拟账户 点击Next 好 这里呢我输入的是一个啊测试账户 一个测试账户 那么同时点击啊我同意啊这个订阅您的新闻简报啊点击这里以后我们就可以点击Next 好那我们这个新的账户就开好了新的账户就开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Finish 好 那么呢啊当这个这个这个账号成功的成功的登录以后呢啊我们一般是可以听到一个提示提示音 那同时我们要确认一下啊右下角这里右下角这里这个流量是在不断啊滚动的 并且这里的这个珠状图呢是绿色的不是红色的如果是红色的或者是这里并没有一个流量的话呢就说明你没有成功连接到网络这个时候请你检查你的网络连接啊网络连接 好 那么我们登录以后啊看到这样一个界面啊没有关系我们首先来大概的讲解一下啊这个MT4呢这个平台它主要是分成啊五部分在这个界面里我们可以看到哪五部分呢 首先是上方上方这里有一排工具栏啊这里有一排准确说是三排这个工具栏啊工具栏比如说像文件啊显示啊查入啊图标啊工具啊窗口帮助啊这些我们待会再回过来讲啊第二排是一些比较常用的工具第三排呢是一些啊指标还有这里是一些时间框架 那么好我们在左上角这里呢可以看到市场报价栏啊市场报价栏这个市场报价的栏里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首先这个市场报价旁边的这个时间呢并不是我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啊并不是我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啊这里所显示的是欧洲中部时间也就是我们的平台时间 为什么这里的平台时间和我们的这个本地时间不一样的啊因为啊之前在这个赛前辅导里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外汇交易使用的是啊包括很多这种啊现货交易啊 CFD交易使用的是这种啊over the counter啊是非集中式的交易那么大家主要是在网络上进行这样一个交易 所以说呢如果固定一个这个统一的时间呢啊其实是能够提高整个这个交易的效率的好 那么我们把它往这边拖动一点啊我们在这个市场报价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交易品种啊那我们可以先选择 全部隐藏啊只调出我们想要的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些主要的货币对并没有隐藏起来不过这个没关系 然后我们右键单击啊右键单击这个市场报价窗口内的任意的位置 然后点选交易品种啊左键单击交易品种 好在这里我们看在这个弹出窗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几大类的这种交易品种啊几大类的这种交易品种啊几大类的这种交易品种 那就是主要货币对我们可以点开他前面这个加号 主要货币对呢啊什么是主要货币对主要货币对我们可以看他们有一个共性啊就是所有的这些货币对都含有美元啊 USD都含有美元 那么其实呢含有美元的这个货币对我们就管他叫做主要货币对啊当然有的时候大家也管他叫直盘货币对啊直盘货币对 那么 我们可以看啊如果我们想显示比如说这个澳元对美元啊我鼠标指的这个澳元对美元 这个产品的话我们可以双击这个产品双击啊左键双击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前面的这个道乐三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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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乐的这个符号变量了啊一旦变量了我们看这里啊他就成功的进入到这个啊市场报价了你啊成功的进入市场报价了你当然如果我们要是不想看这个产品的话哇我们就可以把它整怎么样再一次双击啊再一次双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就从这个市场报价来你取消了啊同样我们看到 这个右边啊有三个选项显示隐藏和属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选择这个啊还是啊这个啊选择这个吧选择这个欧元对美元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隐藏啊可以看到好澳元对美元我们选择隐藏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隐藏起来啊再双击好的 那么下面呢下面主要是一些啊叫做交叉盘货币队也就是说非主要货币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不含有美元的啊不含有美元的 那如果我们想显示他们在这个市场报价栏里其实也可以啊就双击啊双击当他在前面这个道乐三显示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澳元对加拿大元他就显示在这里了啊显示在这里了 好把它收起那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别的种类的产品比如说这个外汇的这个啊这个里面的这个这个不是外汇啊这个是金呃贵金属贵金属啊比如说这里有这个黄金啊还有白银那么我们可以点选这个黄金啊看到他又显示在里面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呃原油啊原油记住啊所有这些产品如果你想让他显示在这个呃市场报价栏里的话你要双击啊要双击啊 双击这里我们可以就双击这个美国原油啊他就可以成功的显示在这边好那下面的这个呃因得四十啊因得四十是一些啊呃这个全球主要的股指比如说这里有你看hk50是呃恒生指数啊还有这里比如说CFD这里面有这个澳洲200股指啊啊这是一些全球主要的股指呢我们可以点击双击啊左键双击澳洲200股指让他显示进来好 那么显示进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市场报价栏里看到有交易品种啊这下面这些都是交易品种我们一般就管他们叫做交易产品啊哪些产品 还有一个卖价和一个买价啊这个有同学问这个卖价和买价是相对于谁来说的这个卖价和买价记住是相对于你来说的如果你要买就这个就是你的买价如果你要卖这个就是你的卖价好吧 然后我们可以啊在任意这个市场报价栏里的任意位置右键登机右键登机然后我们点击左键点击啊这个点差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感叹号啊下面就显示出了点差下面就显示出了点差啊 那么我可以注意到呢这个点差是这个啊我们的报价是五位报价五位报价所以这里的啊比如说14啊16啊这些并不是16个点的意思而是1.6个点还记得一点是小数点 后的第4位啊小数点后的第4位好那么这个市场报价栏啊先介绍到这里再往下再往下是我们的导航栏啊导航栏这个导航栏里呢其实主要就是显示一些我们的账户信息啊你比如说这里啊我的名字就在这里啊这个啊当然了我叫呃这个后面这个泰斯只是为了这个嗯测试啊只是为了一个测试好这个下面有你的账户信息还有一些比如像支出基础指标啊这些我们可以待会儿啊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添加啊不需要在这里 点击还有些EA交易什么是EA交易啊其实EA交易的全程叫做Expert Advisors啊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一个自动化交易的意思啊自动化交易因为MT4这个这个平台呢它是允许你对它进行一个编程的啊使用MQL语言进行编程编程了以后呢啊这个你可以进行啊你这个自己变所编的这个程序的运行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平台可以根据你所编辑的这个程序啊 当市场到达一定价格以后采取一个做多或者是做空的一个交易也就是说你是不需要啊不需要一直盯着这个市场的只要你这个程序啊写的够好这个系统呢它按照你的程序会自动帮你进行一个交易当然了现在在这个呃国际上主流的这个呃交易策略主要是向这个呃自动化交易来轻来来这个呃偏移啊为什么呢因为呃人都是有感情的啊在做交易的时候 我们难免会受到我们这个情感的因素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这个机器呢它是没有感情的啊当这个啊价格到了一定位置的时候它会坚决果断的或者说是啊就坚决果断的帮你执行或者说是帮你止损啊这样子呢就排除了很多人为的情绪在里面作祟啊所以说可以相对来说会呃有这个提高整个绩效的一个啊可能性所以大家呢很多人慢慢的都在使用这个EA交易啊这个EA程序进行一个交易 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我们看到这个终端窗口啊这里写着终端这个窗口这个窗口里主要显示的是你一些比如说你账户的余额呀净值啊可用预付款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交易啊有一个展示啊展示这也是你的账户的一个情况还有账户历史啊这些都比较直观有的同学说啊我如果想查看我交易多少笔或者我交易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待会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啊这个 我们可以在介绍完如何啊这个交易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这个交易历史的一个查看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刚进来啊还没有进行任何交易现在看这个历史账户历史基本上是啊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历史的啊没有任何历史的好那我们现在来回过头来说这个站整个界面面积最大的这个区域啊这是什么这其实就是图表区图表区什么是图表区图表区是顾名思义 它就是显示你这个产品的走势图啊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系统默认为是四个那我们可以先啊为了辩议我们讲解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一些啊 比如说我们关掉关掉一些产品啊关掉一些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啊某一个如果我们想把某一个产品的这个图表显示在这个图表窗口里的话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左键啊左键点住啊不要松开你的鼠标左键点住这个产品左键点住这个产品然后呢把它拖动到这个窗口栏里把它拖动到这个窗口栏里然后松开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澳元兑美元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走势图就显示在我们的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窗口啊这个这个这个窗口里面了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大啊可以把它放大 那有的同学呢之前有的问说哎好像点开了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图标啊有这样的图标其实这个图标是干嘛的呢这个图标很简单你看这边是cell是卖啊这边是买中间呢它其实就是你这个交易的手术啊交易的手术你可以输入比如说我可以输入两手啊或者说是或者说是四手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当然一般来说呢啊是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来操作啊但是呢一般大家是不太喜欢用这个的啊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啊误点啊或者说是呃不小心按错了啊那么怎么样把它收起来呢还是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澳元兑美元这个符号旁边有个小三角啊把这个小三角点一下左键点一下好就把它收起来了就把它收起来了好 那么我们既然说到图标了那你看大家看啊现在这个这个澳元兑美元这个图标显示的非常不清晰为什么呢啊我不知道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习惯啊当然有的同学也喜欢用网格但我个人不喜欢用网格那我想对这个颜色也进行个调整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啊首先按住Ctrl键按住Ctrl键然后按住G啊就是你键盘上的GG for good啊good 的第一个英文字母G按住Ctrl键按住G啊同时点击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grade也就是这个什么也就是这个啊网格网格给取消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右键单击任意地方啊右键单击然后在下面呢出现了属性可以点击属性好进来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的图标显的颜色进行个调整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的背景啊调节成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的当然呢大家如果有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的话也可以应用进去啊我在这里只做一个示范首先我调节一下背景那么为了跟背景产生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呢因为你比如说像这下面的这个时间轴啊还有这个价格轴啊啊 如果后背景是浅色的那个前面如果还是浅色我就看不到了所以我要把前面这个颜色也调成黑色的啊那的阳柱阳柱就是这个蜡烛图外面的一框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黑色阳柱阳柱是什么意思阳柱就是什么就是牛式蜡烛图啊牛式蜡烛图是一个上涨的上涨的蜡烛图啊一根上涨的K线 那么在这个中国啊大陆地区啊一般来说我们是比较喜欢用红色代表上涨的啊但是在全球啊其他的地方我们呢啊一般是用红色代表啊什么代表阴柱啊除了红色以外的颜色代表阳柱所以我们这里呢就遵循这个在澳洲的这个颜色的这个标识习惯那么就不使用红色啊我们就采用绿色吧啊绿色不是太好 太耀眼的绿色作为这个羊竹的这个颜色然后阴柱呢选用红色为什么要用红色大家记住两个字啊赤字赤字也就deficit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习惯上是用红色的然后我点击OK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哎这个时候同学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好像显示的不是蜡烛图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上面这个窗口啊跟着我的鼠标啊在这个工具栏里我们可以看这个是柱状图啊 我们现在显示的是柱状图它旁边啊就是阴阳竹也就是蜡烛图也就是我们俗称的K线图我们点击一下啊这个时候再把它拉大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显示出来就是蜡烛图当然还有一种显示方法是这个折线图啊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其实折线图的显示的并不是很明显啊并不是很明显所以一般来说大家还是喜欢用蜡烛图啊用蜡烛图但是你知道怎么样在这里调整好那么颜色颜色颜色这个 调整好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三个图表的旁边这两个是干嘛的一个是放大镜啊一个是缩小镜一个是放大怎么放大我们点击它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片就放大了啊再点这个旁边这个缩小啊这个图片就缩小这个非常直观那么他旁边的这个呃这个这个选项是干嘛的好如果我们把现在这个窗口缩小啊缩小我们可以看鼠标这个位置缩小把这个窗口缩小然后搁在旁边把它拖动 下去然后呢显示另外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想显示这个美元兑日元啊美元兑日元点注然后拖动进来松开啊这个时候你看哎好像乱七八糟的啊没关系我们点击这个地方啊纵向排列窗口好我们就可以把两个窗口这样子很整齐的排列起来当然啊也可以排列四个窗口啊也可以排列四个窗口这个看每个人的习惯而定 好那么他旁边这个按键是干嘛的呢啊这个按键其实呢就是这个他的他叫自动滚动图标至最新即时价啊这个非常直观其实说白了就是像是我们家庭遥控家里面用的遥控器上那个这个播放键啊播放键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点掉的话啊如果他现在是没有被选住的话现在呢他并不像你表示一个市场的即时报价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如果想看之前的这个想看之前的这个历史的话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随意推动拖动他啊拖动他啊这个时候这个图片是你拖到哪就是哪啊他是不会跳跃跳跃的如果你把它点开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呢是直接跳到最新的这个市场报价了啊那旁边这个是干嘛的呢啊那有的同学说我比如说我想做图啊我现在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空间给我做错那旁边这个键就是用来做这个啊平移图表右边界什么就是把右边界向左移啊平移这样子呢就腾出来一部分空间 啊腾出来一部分空间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做图或者是后视趋势的一个判断啊好那在旁边呢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指标添加键这个我们一般不使用啊啊我个人一般是不使用这个键的因为呃有更好的方法这里就不再解释了旁边这个时钟这个时钟的话呢他这个你看这里有一分钟五分钟啊然后还有什么日线周线月线这是什么呢啊那说这个之前我们要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看到的是一小时图一小时图的话呢说明这一根蜡烛所代表的啊一根蜡烛所表示的是一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啊比如我们随便挑一个你看我鼠标现在指着的这个蜡烛它表示的是一个小时内啊这个一个小时的走势是上涨的 然后它的最低价在这里然后最高价在这个不好意思说错了开盘价在这里啊收盘价在这里最低价在这里啊然后最高价在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个鼠标移动到这个蜡烛的右上方这个位置然后就不用点击任何地方它就会自动显示出啊这个蜡烛表示的是什么呢表示的是从是2016年啊9月12号9月12号平台时间的20点整到啊 平台时间的21点的一个小时之内的走势啊那如果我们把蜡烛移动到下一根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呢他所表示的就是2016年9月12日平台时间21点之内的这个价格的走势好吧这也就解释了这个时钟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一般我们来说呢可以从上面选择但是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在他在这个时钟下面这一排靠左边的位置 这个工具栏里就直接就可以选择是显示一分钟图啊五分钟图啊半小时图四小时图日线图啊这些经常选用的这个选项可也是为了我们的习惯啊就直接把它默认放在这里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这里进行一个这个蜡烛图这个时间框架的调整好那么啊那么这旁边啊这个旁边这个模板是干嘛的呢我们可以把它点开可以看到这个下拉菜单中有一些比较啊固定的模板 这些模板呢其实是系统内置的啊比如说有这个布林带啊啊还有一些这个动能啊啊动量啊还有一些像啊这个这个这个呃叫呃成交量的这些指标啊还有一些VM40指标这些呢啊如果怕因为是就是说在市场上用的比较广泛所以他就把它自定啊就设置在这里了啊大家如果平常有喜欢用的可以直接点击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Bollinger Bands啊那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时候呢 这个界面直接就给有给出了我们一个什么呢布林带啊这是红线啊三条红线组成了一条布林带啊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这个啊三大Division还有ATR指标啊这这样的一个模板就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平常用的不是很多的话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呃 adx啊adx又是另外一种啊又是另外一种好 那么我怎么样把它调整回去呢啊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现在右键单击啊右键单击首先在这个技术列表里啊点开我先把这些技术就会显示在这里的这些技术指标呢啊都把它先删除啊把它先删除 我们再关闭啊这样我们可以看C指标都没有了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按住Ctrl加G啊把这个网格给取消掉网格给取消掉 然后呢我们可以按住这个属性啊还是按照刚才的一种方法的进行个调整啊比如说这个背景 背景是浅色的然后这个前景是黑色的羊竹呢是黑色的阴竹是黑色的然后 阴竹啊阳竹啊阳竹这里是绿色的啊阴竹这里是红色的OK好那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又回来了啊好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想把它存成一个模板怎么办啊我想把它存成一个模板非常简单啊因为你看我就是我一掉就能把它调出来我这时候右键单击啊右键单击然后我这里呢我这里把它呃 呃 模板啊选择模板这里选择保存模板啊保存模板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写啊随便把它编一个名字比如说啊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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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然你编什么名字都可以啊编什么名字都可以我这里就随便起了个名字然后save好这里我们再点开这个模板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模板就在这里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关掉啊我们随意拖动了一个产品它显示的是这个样子的啊呃显示的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 light background啊然后他就回到这个模板回到这个模板非常的简单 好了哎那这个时候同学可能会发现啊在这个图里面为什么有一些这样的垂直的线啊垂直的线啊不管我换到什么样的时间隔段它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垂直的线呢其实叫做时间间隔啊这是我们刚才在使用一个模板的时候呢啊这个啊它自带的但是我们再换回来以后它自己并没有取消 我们怎么样来调这个时间间隔呢首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时间间隔啊 比如说我现在显示的是一小时图啊一小时图这个时候比如说我点开啊点开这里啊 啊我选择这个十字星啊十字星标然后我我选择从这里啊点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组数字啊在我晃动的这个地方啊有样一组数字 它有2423啊0.97203这什么意思啊就说从我选择的那根蜡烛到现在的这根线啊也就是说从就是说这个一个时间间隔内的它把这个一共是24个小时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小时图啊每根蜡烛都代表一个小时24个小时 然后如果把它往上移呢就说这个垂直的距离呢从我选择的这一点啊我从选择的这一点到这一点是140个点啊140个点啊过了24个小时啊然后这个价格呢是0.97366啊这是我们平常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 那如果如果把它换到日线图上我们再来看这个时候从这个蜡烛到这个蜡烛啊从这个垂直线到这个垂直线啊我们一共是多少天啊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个蜡烛啊这里是2016年的7月1号啊在下面这个地方是2016年的7月1号拿到这里呢刚好啊是2016年的8月1号那么刚好是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啊 所以大家平常自己可以去看那么这里呢我们怎么样取消这个时间间隔呢啊很简单右键单击属性然后常用这里呢有一个显示时段间隔啊我们可以把它勾选掉 然后这样子它就又回归到这个这个之前我们这样子呃的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界面啊比较干净的一个图表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把它存储一次啊然后比如说模板然后呢保存模板我们还起同样的名字啊还起同样的名字啊比如说叫 light background啊这个时候我们save我们把它之前的那个给更换掉这样子我们就 在掉入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啊把它打开 你看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模板啊形成一个新的模板 好 那么我想大家比较关注比较多的问题还有就是怎么样去真正进行这个交易比如说去买呀或者是去卖呀啊 那我们就以这个澳元对美元为例啊首先我们看在这个图上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啊觉得现在比较符合我们的分析好那我们就右键单击这个澳元对美元这个产品 右键单击 然后点选左键单击新订单啊新订单 好我们看弹出这样一个窗口这个订单窗口首先我们要先确定啊交易品种确实是我们想要交易的澳元对美元啊手数交易多少我们可以选最少是0.01 如果比如说你想交一个0.17啊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自己往里自己手写啊可以往里自己输入 然后这是一手然后止损价是在哪里啊获利价其实就是我们的止盈价啊在哪里然后交易类型有市价交易还有挂单交易 市价成交啊市价成交是什么意思就是以现在这个价格买或者以现在这个卖价来卖啊以现在这个买价来买或者以现在这个卖价来卖这个挂单交易呢事实上就是现在不去执行操作当这个价位达到了我想要的价位以后再去操作 你看这里有四种选择啊by limit sell limit buy stop sell stop这些分别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赛前辅导里讲的啊我有覆盖这方面的知识 当然如果还有个更方便的方法啊你可以在谷歌里把这个啊这个Google里面搜索by stop或者是by limit 然后不要搜索这个文章啊也不要搜索新闻直接搜索images啊搜索图片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第一张出现的就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的图片 你看了它以后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好那么关掉这里那么我们来啊就是说啊示范一下怎么完整的示范一下怎么下单啊右键单击然后新订单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啊做空啊想要做空也就是想要卖啊奥元我们比如说卖一手啊那我们可以点击余市价卖 好这里呢就成交了然后点OK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这个订单就显示在了这个终端窗口啊就显示在了这个终端窗口 这个终端窗口好显示在下面显示在下面好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余额是没有变的余额是没有变的那净值呢包括这个可用预付款啊还有预付款比例是一直在变动的啊那么请大家注意 所以当你没有平仓的时候啊你的余额是不会显示任何变动的啊至于余额和净值之间的关系呢我在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净值加减浮动盈亏啊净值加减浮动盈亏啊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余额啊余额那我们这个净值还等于什么 净值还等于 以用预付款啊加上这个可用预付款 以用预付款加上可用预付款是净值 那么预付款比例是净值啊除以以用预付款啊 预付款比例是净值除以以用预付款 是这样子的 哦不好意思啊纠正一下刚才我说错了应该是净值等于啊余额加减浮动盈亏 如果它是盈利的我们可以看这里比如说是负的三块九毛八 那么我们这里余额减去啊三块九毛八 我们就是得出这个净值啊纠正一下这个 这个净值呢啊等于余额加减这个啊浮动盈亏 加减浮动盈亏净值等于余额加减浮动盈亏啊 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关闭这一单呢 我们怎么样来关闭这一单呢也很简单啊首先这个订单是显示在下面的我们可以双击啊双击了以后 我们可以平仓啊点击平仓这个时候 点击OK那我们这一单就成功的把它给平掉了啊平掉什么叫平仓其实就是关闭订单啊关闭订单结束这单交易啊结束这单交易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来讲一讲啊怎么样设置一些比较常用的指标啊怎么样设置一些比较常用的指标啊之前呢我在这个赛前辅导里有提到这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啊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啊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怎么样设置这个啊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啊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啊 首先呢啊这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啊啊它是这个英文gapi multiple moving average 缩写一般我们就管它叫GMMA 它一共有两组啊各六根共12根指数移动平均线组成啊指数移动平均线为什么有两组呢至于什么是指数移动平均线待会我们来讲啊首先我们谁来说为什么有两组一个是短期组一个是长期组啊短期组代表短期趋势啊体现这个短线交易者的行为和心理请问短线交易者是谁啊 其实就是这些投机者啊就是这些投机者那么长期组代表的是谁呢长期组代表的是啊中长线的趋势体现中长期投资者其实这些人的代表的更多的是投资者 也说顾比老先生把这个市场里啊把这个市场里的这个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投机者啊一类是投资者投机者一般都是短时间内啊进出场然后呢有利润就走人啊拿着利润就走人 那么投资者呢就是比较稳健啊一般是中长期持有一般是中长期持有的好那我们呢现在来啊示范一下如何如何这个设置设置这个这样一组啊这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好刚才这个数字呢大家都已经看过了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加入这样的一个技术指标 首先说一下我们加入这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实际上呢这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指标的一种添加的方法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鼠标移动到插入 移动到插入这个地方 然后在下面技术指标里啊我们可以看这下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技术指标啊很多种不同的技术指标 那么第一排这个技术指标啊我们可以选择 这个趋势指标啊趋势指标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移动平均线啊移动平均线moving average就是移动平均线的英文啊我们就可以点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指标 比如说这个震荡指标待会我们会添加一个还有些成交量啊比尔维莲姆斯是指标还有自定义指标那么在即便是在趋势指标里有很多种不同的啊不同的那我们这里呢呃客家如果有同学啊他愿意去研究这个的话呢我鼓励大家可以去多看一看啊多学一点知识啊没有什么坏处 那么这里我们就先免试一下怎么样移动你添加这个啊移动平均线这样一种指标我们点开移动平均线啊好那么第一个是三啊周期是三这个时间周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指的就是如果我们这里输三其实指的就是几根蜡烛图啊如果我们输三就是三根蜡烛图啊三根蜡烛图移动平均啊移动平均的方式是什么呢啊这里我们来说一下这个simple和exponential的区别刚才我们说了 指数移动平均线的是exponential啊一般平均线的是这个simple那么一般平均线呢啊他常常用的是这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呃目前价目前蜡烛图前三根的这个收盘价啊进行一个呃加合然后除以三也就是说求他们的平均值求他们的平均值那么可以看如果说啊我想这里请大家跟紧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走到 这个蜡烛图啊请看我鼠标这个位置走到了这个蜡烛图那么前面三根蜡烛啊哪一根对他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呢啊应该是距离他最近的这一根啊应该是距离他最近的这一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是不是啊如果我们只取一个平均值可能啊不能完全体现啊不能完全体现这三根蜡烛的意义啊对于这个蜡烛图来说好比我们说啊 好比我们说我们这里啊我们这里觉得啊这最近的这个蜡烛对他的影响最大那么可以可以对他进行个加权什么叫加权呢啊说白了就是让即便是取平均值那么在得到这个平均值的时候实际上啊距离他最近的这个蜡烛他的收盘价的意义更重要一些那么就把他的权重加的更大一些啊怎么样加权啊那很简单我们就使用指数移动平均线啊指数移动平均线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管这个指数移动平均线叫做一种加权移动平均啊加权移动平均好 那么设定好以后我们点击OK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浅的这个线啊很浅的这个线 比如说在这里啊比如说在这里好 那我们再插入第二根啊插入第二根线 我是五天的 好第三根这里我就快速的来操作一下因为第一根我们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后面的几根就快速的加入一下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这里一共有一二三啊四五六六根啊 六根这就是短期组的现在我们来添加一下长期组的 长期组第一根是三十天啊长期组第一根是三十天 第二根是三十五个周期啊三十五个周期啊三十五个周期 第三根是四十个周期啊四十个周期 第四根啊第四根啊第四根是四十五个周期啊四十五个周期 第五根是五十个周期啊五十个周期 第六根是 六十个周期啊六十个周期 好那么这样就算是成功添加了这一共是两组啊各六根总共十二根这个移动平均线 从而这十二个移动平均线组成了这个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让来看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平均线的怎么样来使用它呢 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要关注几点第一啊首先 比如说我们看这这里吧啊就是我红线标注的这里 移动 移动一下 到这里 好 可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在我红线标注的这两段区间之内啊红线标注的这两段区间之内 那么明显这里是成一个整体上升的趋势啊整体上升的趋势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蓝线和红线这两组啊 它表现的是怎么样的首先为什么我们用红线表示短期组呢 为什么用红线表示短期组 因为这个红线啊 好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 首先要看啊 这个时候如果红线啊走在蓝线上面了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个短期组用红线来表示长期组用蓝线来表示啊 其实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因为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啊红色代表的是比较 这个激进啊比较激进啊你比如说像revolution啊这样子比较激进的那么这就 能够体现这个市场中的这个 投机者投机者因为他是紧跟市场潮流的他们的反应是最快的啊 蓝线呢我个人觉得在我心里面好像感觉是更稳健一些啊更稳健一些所以呢就是这个长期组这个投资者啊 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颜色的喜好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之其实是只要能区分的开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 这里呢红线走在蓝线上面的时候 他是整体成为一个上涨的趋势啊 那么看鼠标这里如果红线走在蓝线下面的时候他整体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啊整体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好 同时我们还要看什么还要看这个组内的间距啊组内的间距啊这里呢你比如说像蓝线组他组内的间距是越来越 宽的啊尤其是我鼠标现在指的这一段啊在这一段 可是越来越宽的就说明什么呢 如果组内间距是越来越宽的他整体是一个 是这个趋势呢就 越来越强啊趋势越来越强你看红色这里这一大波这个整体上扬的这个 速度非常快啊趋势非常明显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红线组的组内的间距也是一个 越来越宽啊有窄到宽一个扩散的一个状态 那么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什么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两组线之间啊两组线之间这个垂直这个距离 垂直这个距离是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宽的啊越来越宽的 这也说明什么他上升的趋势啊比较明显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线移动到 这个位置移动到这个位置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啊这一段红线标注的这个趋势之内 这个时候就很典型那个下降的趋势啊下降的趋势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时候红线用我们刚才的方法首先红线走在蓝线下面是个下跌的趋势 他的趋势是强度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啊蓝线组是逐渐扩散的 红线轴也是组呢也是逐渐扩散的而且两组之间的这个距离也是逐渐扩散的所以我们 这个时候可以说 他下跌的趋势啊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下跌的趋势是越来越 强的啊越来越强的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顾比复合移动线的移动平均线的用法啊 还有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维加斯通道怎么使用啊维加斯通道 这个维加斯通道其实他使用的也是两条这个 指数移动平均线啊只不过他的这个时间周期呢 更大一些好 我们还有刚才这个添加移动平均线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把鼠标移动的插入这里啊 点击然后技术指标 然后趋势指标 然后在这里呢移动平均线啊移动平均线 时间周期呢啊首先这个 呃 这个维加斯通道是有两条移动平均线组成的那么第一条的周期是144个周期啊144个周期 那我是比较喜欢用黑色然后曲线来代表这个周期 我们点击OK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条曲线就形成了 那么第二条第二条的话趋势指标是169个周期啊169个周期这个时候我们用实现来表示好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维加斯通道这么看可能看不出什么啊我们可以把它 缩小啊缩小了以后我们可以看 那么维加斯通道的使用方法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说一旦价格跌破了维加斯通道的下沿 好这个时候 什么是下沿啊 他一共有两两个沿啊 一个是或者我们说有两条轨道啊一个是上轨一个是下轨轨道的轨上面 这是上轨下面这是下轨啊 如果价格一旦跌破了这个维加斯通道的下轨一旦跌破了这个维加斯通道的下轨 那么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啊整体趋势向下的一旦涨就是说怎么突破了这个维加斯通道的上轨啊上扬突破了维加斯通道的上轨整体趋势啊长期来说是一个上涨的 如果我们调到日线图上来看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啊更明显一些那么可以看那么每一根蜡烛这里看可能已经非常小了吸到一根线了 每根蜡烛代表一天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啊 啊如果这个啊 价格跌破了这个维加斯通道的下沿啊这个时候他的整体的趋势啊是向下的整体的趋势是向下的啊我们可以看这个趋势持续了很久啊 然后有可能有同学问啊这里为什么很快啊 他虽然突破为什么他没有一个维持一个就是两条红线人为什么突破了以后没有维持一个很长的时间呢因为在这个时间段的啊好像是我记得是这个啊澳洲这个reserve bank啊宣布了一个好像是降息啊降息的一样这样一个决议 那么导致他整体这个价格呢啊因为这个是属于基本面方面的影响啊这个而且持续的范围比较属于一种结构性的因素啊 所以他持续的啊就是说他的影响比较大啊从而导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澳元那个价格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啊 所以我们平时在这个啊做技术分析的同时呢更要关注基本面的信息啊更要关注基本面的信息 好说完这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和维加斯通道以后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 怎么样添加另一种指标啊我这个叫做震荡指标啊我们可以在这里 点击插入然后我们可以看技术指标这里有一个震荡指标啊震荡指标啊我个人一般是比较喜欢用这个随机震荡指标啊 大家也可以自己选用自己比较喜欢的震荡指标我们可以点开它啊点开它了以后呢这周期都不变啊我们点击OK 那么现在看到这个图里以后可能就能明白什么叫做震荡指标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就像心电图的这个走势一样啊是上下一直成为一个上下震荡啊是不断这样子啊循环往复的一个 一个形状啊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这里有一根八十啊到一百这里有八十到一百这个指的是一个超买区间啊超买区间 超买区间的英文叫啊overboatoverboat啊这是还是比较形象的 那么当这个价格进入到啊比如说鼠标移动的这点当价格进入到这个超买区间以后呢一般来说啊他如果一旦掉头那么后市很有可能是下跌的啊很有可能是下跌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买的人过多了这个时候会导致的价格下跌当这个价格跌入这个下面这个0到20啊叫做超卖区间叫做oversold叫做超卖区间 当这个价格一旦进入这个超卖区间而且掉头向上的时候即使一旦是掉头啊掉头向上以后他的后市呢就有可能价格会走高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比如说在这里啊在我这个十字星标注的这个地方很明显啊这里下面的震荡指标是走低的啊然后这个时候价格有个大幅的下跌啊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价格又上扬了上扬的时候呢刚好这个震荡指标也是跟着走走高了啊走高了好 那么 这其实呢就是这个mt4软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如何使用mt4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啊就是在真正理解了这个啊 这个这个mt4的使用方法以后呢尽量自己多去看一些不同指标的用法啊然后尽量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指标啊 那么在结束之前呢我想保存一下这个模板怎么样保存一样的方法啊右键单击然后这里呢 嗯 模板模板然后保存模板保存模板然后我们这里可以输入GMMA啊 然后把它给保存起来啊这样子我们如果关掉它放个新的产品进来啊也没有关系 模板GMMA啊我们刚才设定的所有的东西就都出现了啊都出现了 嗯 其实我们刚才包括刚才看这个地方啊这个插入里面有很多样不各种各类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指标啊 嗯其实呢指标啊我个人我个人反正使用的话呢经常使用这三种指标 那么如果大家啊觉得这三种指标可能还不是自己最用的最得心应手的可以自己去寻找啊 因为每个人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啊方法是不一样的关键还是要找寻到你自己的方法 包括在技术分析这方面你还是要找寻到自己觉得用了最得心应手或者最能 啊最能捕捉的啊认为这个指标是最能捕捉你内心想法的这样的一些啊技术指标啊 当然这样这要求大家就是善意去发现啊善意去发现比如说刚才在这个指标列表里 如果你觉得哪些指标你可能比较感兴趣你可以在这个网上搜索一下或者说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籍你也可以看一看它背后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其实指标不在你用的多啊不在用的多关键是要用的好或者说是用的精啊如果仅仅是三个指标但是你能把它用的比较炉火纯青的话啊 这样也可以提高你的这个交易绩效也可以提高你的交易绩效 哦对了还有就是刚才我之前跟大家说这个终端里有个账户历史啊你看我们刚才也做了一单交易啊我们现在可以快速的再做上啊 再做上做上一单交易啊比如说我们这时候买我让OK然后呢我再把它快速的平掉啊快速的平掉这里只是为了演示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账户历史 然后我们可以右键单击啊右键单击这里呢比如说所有交易记录好这个时候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呢可以又再右键单击啊保存为详细户口结单啊 然后我们可以保存一下啊比如说保存那我们可以看他是HTML的形式啊保存在这里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 把它放大以后我们可以看我们所有的交易啊我们所有的交易的记录都可以在这个里面显示出来啊便于你们啊总结自己的交易记录便于你们经常去啊回顾一下自己这个交易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可以帮助你们提高绩效 这也是善于总结的人啊更善于发现自己的优势和缺点从而呢取长补短 这可能会对大家整个的交易记录提供一个很好的很有力的一个数据的支撑啊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啊关于使用MT4软件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能够啊及时的跟我联系啊欢迎大家多提问题啊 因为我们是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啊你的问题可能是我没有考虑过或者是没有考虑到的啊那么大家的问题集在一起我们就能学到很多啊更宝贵的知识啊 好的那么谢谢大家啊祝大家在本次这个GoMarkets第二届交易大赛中啊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祝大家好运非常感谢再见 谢谢